她非常堅持 鍥而不捨的追蹤 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花了很多的錢 她太太說 特別是她先生 如果要帶她去踏青 她都覺得很奇怪 怎麼都跑去蟑螂中 不是這樣而已 說去戳頭 都總去找蟋蟑螂 車底都放口罩 手套 跟這個大的黑色的塑膠袋 跟什麼注射器 加刀什麼 這樣她覺得很奇怪 後來她才知道 她先生在做一件偉大的事情 而她也很支持她 很了不起 她說她先生不是小的就是什麼 公的 就是公的 在社會上就是缺乏這種人 後來她找到這麼足的資訊跟證據 那麼她去找了農委會的局長 兩個人之間的對話 我們再來看一看 有一個特徵 禽流感有一個特徵 它是高傳染性 假設是高屏性 還有一個高質素性 女士長 不要再拗了 這上面都寫得很清楚了 還有 那個德國的迴函都寫得很清楚了 你為什麼還要在那邊拗呢 因為你拿了一個這個東西 我不是剛才說 OIE你在這個說美奧 人家寫的 你覺得這個是 這是你講的 這個個別 美奧是你們在第三次專家會提出來的 你現在是在挑戰美奧的時候要看臨床嗎 那美奧是你說的 好 哪裡 學者有同意嗎 要不要挑戰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其實也公 我為什麼不能挑戰中華民國的官員 當然可以啊 去把那個 我們 你可以把美奧標準的罰點拿出來 假如說你沒有辦法提出來的話 我 我覺得說你應該要向來服務 還有這樣子 還有人這樣子硬拗 對 我覺得你應該要下台負責 我覺得你應該要下台負責 那這個 這個 你今天 完全東西都沒有辦法拿出來 你還在那邊硬拗 你憑什麼當防點局局長 我硬拗哪一點 你告訴我 我硬拗哪一點 你說專家學者都有 說這是地質病性 你拿出證據出來 我不需要 你趕快把那個專家學者的那個拿出來 沒有的話 我覺得說你就趕快下台 那謝謝 這個是你的指教 我只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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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 感謝 我知道 局長我真的覺得說你真的要討論一下 要不要下台了 感謝 好不好 這個時間到了自然會下台 時間到了自然會下台 好不好 好 那因為他有足夠的數據 所以他強烈的挑戰 那麼現在我要給大家看 這是今天中國時報的社論 剛剛你不是在看蘋果日報嗎 對 所以中國時報的社論是說 強制標示 讓美牛接受消費者檢驗 沒有 他現在是你說海洛因 對 如果我說海洛因可不可以下這個標 可以 一樣可以 我只要強制標示 讓海洛因接受消費者檢驗就好了 你自己覺得海洛因可以吃就吃 不可以吃就不要吃 那就是什麼 骨骼也這樣 對 對不對 我說這是毒品 你吃了以後會怎樣 除衛生素應該又加強 但是吃一次就好 或者吃少量 不好意思 我們不鼓勵 我們叫大家不要吃 你以為強制標示就OK嗎 可以寫這種社論 其實他就是什麼 這就是叫支持開放 對 來我再看蘋果日報的社論 叫大家以超黨派視野面對國家重大議題 這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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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 意思 現在翻對的都是居於黨派的成見 他們四半天就是要再加下去 找自己 沒有辦法說出一個理由出來 自己變理由就對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沒有超黨派 對 剛才八聲的那些都是沒有超黨派 那些都民進黨 那些都民進黨 來徐老師 OK 你要是直報 以後要收視職調查 這些已經直報 不跟你講他的發行量 可是自取為什麼 直報 直報的意思是什麼 我高你一等 什麼叫做讓消費者選 好像一副這是給消費者的權利 你以前沒有機會吃瘦肉精 我現在讓你有選擇的機會 OK 這真是直報 還一副政府大安大德 讓你可以選擇 你講得好 那我們選擇可不可以吃毒品 消費者選擇 對不對 我覺得這根本都是在胡說八道 那何不開放槍支 對啊 我覺得兩個報紙 你亂開槍會打死人 只要不開就OK了 我覺得兩個報紙社論都應該公開講說 我們全部都選擇吃瘦肉精 我們買牛肉都吃瘦肉精的 你跟大家講啊 你們的主編 你們的老闆 你們會吃瘦肉精嗎 你叫消費者選擇 這種報紙一點 一點道義都沒有 一點社會的這種責任都沒有 講這種話 你剛才講 同樣很多解禁品 我們都可以解禁啊 讓消費者選擇啊 報紙辦到這種地步 馬英九一轉向 全部都怎樣 就貼過去啊 什麼叫超黨派事業 我們就是沒有超黨派事業 我們都太狹隘了 吃瘦肉精可以升華 台灣可以有競爭力啊 你乾脆免寫這樣社論好了 超黨派應該是支持歐巴馬才對 支持美國的這個什麼 農民 他現在的意思 還是說有難力在對抗 所以人家說 要超黨派的事業 所以那八成五的民調 都沒有超黨派 其實這些報紙 都已經沒收頭收好 都沒收好 所以馬英九這樣 還不是一聲給你發這個新聞出來 讓你告訴我我要進口 你剛才聽黃田奇幾段說 時間到我就下台啊 我就去想到 請主委陳悟秀和他的中官 要下台我就天天下台 到現在 一個來過關出去 一個現在下台 時間到了下台 但是 這段時間 台灣人 去他們無誤到什麼事情 你都不知道 這有看到這個社論出來 是 我相信這個是我們擔憂 我們叫一個鋪陳 整個一個 御用媒體在開放瘦肉精 這實在是 這是我們怕 另外比較怕的是 這個官僚 剛才在報李導演這個 他當時很偉大 他自己用一個心 我今天來開記者 看他這個紀錄片之後 今天我們政治委員 特別邀請他來 特別邀請他來 特別邀請他來現身說法 然後我再沒有辦法接受 進警的主委陳悟中 開記者的人拆 請我們就他辯論 叫他的房點局長 許天來辯論 這實在說 這就是我們目前看到的官僚 我要跟大家說 他在說引力疫情 不然是李導演這幾年的引力疫情 我們的家住衛生試驗所 我才有一個公文 在民國99年三月七八 就已經斷定是高病院 這個裡面是高病院裡面 民國33年9月 不是啦 民國99年 99年3月5號 99年3月5號是兩年前 兩年前就已經 這已經斷定是高病院了 在哪裡 這裡 這個 符合OIE對高病院性加情流行性病的 病因之定義 已經寫得清清楚楚了 在農委會家住衛生研究手 的一個對於採樣的 裡面有兩個業主 彰化的業主 採樣的結果已經出來了 那個時候的主委是陳悟雄 那好 現在的主委叫陳寶基 他在2月6號就任 所以他今天在立法院答覆 他就很含蓄 他說2月6號之前 他說這可能通報比較慢 他2月6號就任了 2月7號 台南就已經發生了 就是撲殺萬幾隻 台南就算發生了 但是這個整個通報系統 整個引力 到撒不撒撒 他大量的撲殺錢 因為李慧仁這個 導演撲這個事情出來 但是呢 所以今天又去撲殺6千隻人 對 今天又有 鳳哥裡面又撲個百里吃 但是我覺得這份公文是很重要 這個黃首長 還受到農委會關聯的 要挾說 結果他不能說 真的 真的 而且99年3月 這個犯罪證據 1999年3月 1999年3月撤過就有了 我們去康布洋去用這份出來 才知道你原來農委會 由上到下是怎麼隱瞞的 高病原不是低病原喔 你如果知道黃首長被恐嚇不能公佈 這裡面裡面有 有連關我們的關頭 所以我們今天最大的 民進黨因為堅持在 在這個委員會裡面來做工坊 所以我們的成功今天在 這個經濟委員會 已經通過一個 成立一個跨黨派的調味小組 針對情流感引力疫情這個部分 因為這不知道 為了蟑螂 為了蟑螂 為了專民的健康 為了整個人群 人群共傳染 變種之後 又越嚴重了 跨黨派怎麼錯誤 已經成立了 這個節目我們就突破 我們已經成立一個 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小組 說塑化劑的人 說求生幾年 十幾年 十幾年 現在是說打他們四個月 對 不好意思 開放所有金跟這個 引力不知道要打 求生多久 打多久 要獎勵 要獎勵 我是跟李慧仁 不是不錯 都到許天蘭 不是都到劉正宏 我現在帶著去出庭